试温时小明进行草酸酶的溶度机测定实验 将1.12克的草酸酶的固体置于烧杯中加入100毫升的纯水 充分搅拌打溶解平衡 过滤去除未溶解的固体之后得到饱和溶液 精确量取25毫升的饱和草酸酶溶液 到追星瓶之中加入适量的1m硫酸溶液之后 用浓度0.0m的过满酸酶进行滴定 用了10毫升打滴定中点它的反应是如下 下流关此实验的叙述哪些正确 首先我们看到A选项 此滴定反应中草酸根为氧化剂 我们可以看到草酸根它的碳它是正3变成CO2的碳是正4 进行氧化反应那就是还原剂 所以A选项是不对的 接下来看到B跟C B选项询问这个滴定不需外加指示剂 仅由容易本身颜色变化就可以判断是否达到滴定中点 那我们要知道过满酸根它是紫色 那产物呢MN正2它呈现淡的桃红色 那在锥形瓶中被滴定的草酸根如果没有被耗尽的时候 那过满酸根滴入之后就会迅速被还原成MN正2那呈现淡的桃红色 那达到当量点的时候呢 草酸根被耗尽 这时候再加入的过满酸根就不再被还原 所以容易的紫色不再消吞 所以观察容易颜色从淡桃红变成紫色 维持30秒不再吞色的时候就叫滴定中点 所以看起来B选项是正确 那C选项呢错在容易呈现过满酸根是MNO4- 那不是MN正2 所以C不对 接下来看到猪选项 这个滴定必须在酸性容易中进行 以避免生成其他的产物 那过满酸根在不同的酸碱环境做氧化极致很重要 那在酸性中性碱性它的产物都不同 所以的确这个酸性条件比较符合猪正确 再看1 这个实验测得草酸酶的溶度基应该接近10-4 那我们利用氧化化元的滴定来进行计算 草酸根进行氧化 它失去两个电子 它体积25毫升 那过满酸根的浓度0.01 低了10毫升 它的电子转移数量是5颗 所以计算之后浓度0.01 所以饱和草酸酶之中 那酶离子呢 跟草酸根离子的浓度是一样 所以借此可以算出它的KSP 就是两个相乘10-4 所以一选项正确 从以上本题的答案就是B珠E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